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30集的在奧華人Loader店 今天看到我的頭 大家就知道我今天是有一個專業人員幫我製作頭 怎會這樣 你在哪裏紙的 在我旁邊就是一位法人屋的老闆兼我的好朋友 他的名字叫Tony 大家好 我是Tony Tony就是來了澳洲都11年 都算是叫做老闆橋 今天邀請了他上來和大家分享 他在澳洲做發言師的經驗 教香港人怎樣移民來澳洲 他是很有義氣的 他是願意擔保香港的發言師來到澳洲工作 從而幫他們去移民 如果大家沒有看過我的頻道 我是澳洲的Alesson老師 我是澳洲的房地產專家 澳洲的課程導師 還有我是澳洲的律師 如果大家未訂閱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tony 你來澳洲的11年 你覺得澳洲做發言師和香港發言師有甚麼大分別 香港和澳洲的最大分別是 我們有不同的教學系統 即是在Head Jacking這方面 譬如澳洲我們做髮型師入行的話 就會在學校讀了一個兩年的課程 畢業就會開始入行做髮型師幫人剪頭髮 但是在香港的話就會做一個髮型屋的學徒 由入行的第一天就是實粗 然後就在髮型屋裡面對著真正的顧客去做 然後就慢慢跟著師傅累積經驗去一路做上去 聽你這麼說 我們澳洲做髮型師他們就是比較著重理論性 而香港就是比較著重實際的操作 即是說香港的髮型師是比較practical 比較hands on 他第一天就是上戰場那裡幫客人剪頭髮 就不像是在澳洲導演一大堆理論 這樣之後都未必是可以put into practice 這個就是香港和澳洲做髮型師的主要分別 就是因為他的教學系統的方面 你覺得香港人來到澳洲做髮型師 他除了他們比較多工作經驗之外 他們還有沒有其他優勢呢 大家都經常都會說 香港穩食艱難 就算做髮型師這一行 我們面對困難是很多的 在香港譬如周圍都是髮型屋 那我們就變成要和很多不同的同行 就做一個對手 就要怎樣保持自己一班客人 保障自己一個收入 要維持到競爭力 就要不停地去improve自己 還有一些對客的技巧 那兩樣東西 所以變相 香港人做髮型師的競爭力 擺在澳洲這邊是強很多的 其實就不止髮型師 在香港移民過來澳洲的 其實各項員 他們都很competitive 例如我們之前說過的香港武士 因為我們香港這個很大壓力 和競爭性很大的一個城市 人際技巧方面 工作技巧方面 我們都是給一個環境 逼成是去比較具競爭性 比較可靠和比較實際 這個其實是香港人移民 來澳洲的最大優勢 不是賣花站花香 其實我身邊很多香港人 他們在他們的行業那裡 都是混得很厲害的 他們是勇於創新 比起其他人做事更加有贊任感 還有是比較拼命的 就好像我來到澳洲 我都是一個香港人的做事模特 我每天都不是睡很多覺 我從早上做到晚 依然都在用香港的模式 在澳洲的老生活 無論是發言師也好 其他香港也好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香港 達壓力的一個城市 給我們的一個所謂的禮物 就是我們的競爭能力 是比其他國家 甚至是比本地人 是更加有競爭性的 除了人工之外 Tony 在澳洲做發言師 還有沒有其他事是好過 在香港做發言師的 我覺得比較明顯的一件事 是那個社會地位 在香港就 因為賺錢不多 可能比其他行業 但在這邊的話 大家的人工差不多 就好像我們這些男嶺 很多時候都高人工 我坐在辦公室裡面的白嶺 他們進來剪頭髮的時候 都不會覺得有一種高高在上 階級會高一點的感覺 其實我在澳洲都體會到 因為真的 我們這裡的白嶺 人工不是特別高 香港其實我覺得比較極的 醫生律師 或者其他可能 AO 公務員 海關督察 警察督察 這些這些 還有IBANKAR 人工是特別高的 但你來到澳洲 未必是他們的人工最高 譬如我說醫生 很多在香港 你會聽到星球人 月球人 但在澳洲 其實很多專科醫生 都是一年 計算是百多萬年薪 都是相差十倍的 很多藍嶺的人 例如是Tony 剪頭髮師 剪得這麼好 還有其他藍嶺 例如是地盤工人 或者是駕火車 駕電車的人 其實他們人工很多時候 都是高於白嶺 所以我們澳洲的環境 是比較公平的 不會說你讀書多一點 做白嶺 你就學習人工特別高 或者更加高 社會地位 男嶺 他很多時候都會拿到Benz 甚至乎子女 都可以在私立學校讀書 因為那個社會地位 不會說特別 有一個高低 客人進來剪頭髮的時候 他們那個態度 都會好很多 即比香港的時候 所謂的西客 在香港人特別多 但這邊就很少 少很多 即比例上 給一個很合理的服務 他們會非常感激 即是很客氣 大家都 即是你不會在這裡聽到 什麼偽俊仔 Ivy仔 其實是沒有這些 這裡不是讀得特別多 其實都沒有所謂 因為男嶺 其實都可以生活得 好過很多讀書好的人 工作和生活的一個平衡 在這邊就會好很多 譬如以前在香港做白嶺 收工的時間可能 晚上10點 甚至乎12點 這裡7點鐘 算是很晚的 香港人真的做白嶺師 都是比較拼殺的 即是我們有個香港底 來到這裡其實是 很棒的 你看看Tony 移民了來11年 已經是兩間店舖的老闆 都是比較難得的 一個年輕才俊 我們剛剛就說到 香港的白嶺師來到澳洲做事 多麼開心 不如說一些比較現實的問題 你覺得 在香港移民過來做白嶺師 最大的障礙是什麼呢 最大的障礙 應該就是英文 即是語言能力 那方面 因為香港入行做白嶺的人 普遍學歷會比較低 印象中 中三畢業就會入行做白嶺 英文基礎可能幾乎是零 這就是他們移民的最大的障礙 就是英文 英文有沒有說IELTS要多少分 有的 IELTS要5分 不算是一個很難的分數 我自己做例子 11年前來的時候 語言能力都不是特別好的 用了兩年時間 自學英文 這個5分 給大家一個提示 如果大家覺得IELTS難 可以嘗試考PTE 因為PTE 就是聽很多不同的人的分享 PTE 你放同一個中數 去粗PTE 其實很多時候 效果都會好過IELTS 如果大家試IELTS 試到心敷意 不妨試一試PTE 可能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如果英文試 都是不行了 那Tony老闆 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英文考慮店 可以搞一個Visa 就叫Walking Holiday 這個可能很多人都聽過 尤其是年輕的那一班 因為這個Visa 是30歲 之前 就要申請 過了30歲 的朋友 就沒有份了 這個Visa 條件基本上 可以說是沒有的 除了年齡的限制之外 可以直接上網申請 交下幾十元奧子的一個費用 就可以申請到 做一些很基本的身體檢查 這樣 就可以有一個 一年的Visa 你拿了一年的Visa之後 有一個合法做事的權利 那好啦 說到Working Holiday 這麼吸引 Tony老闆 你請不請Working Holiday的人 沒問題 因為是可以合法做事 我們就請了 以前我們都請開很多 Working Holiday的朋友 那接下來 在香港 Working Holiday的發言師 可以 記住 在Description box 有Tony老闆的電話 大家可以直接WhatsApp 他不需要WhatsApp我 除了Working Holiday之外 那Student Visa呢 Student Visa你請不請 Student Visa都沒有問題 都可以請 因為它一樣 都是有一個 合法工作的一個權利 在這邊 那就是Student Visa 和Working Holiday的朋友 都可以去WhatsApp Tony老闆 那Tony老闆 如果是Working Holiday 好像我這些 超齡 做不到Working Holiday 有沒有一些解決方法 有啊 可以申請一個Student Visa 如果要申請一個Student Visa 留下在澳洲生活 工作的話 讀課程的選擇是很多 例如髮型界的朋友 我都是建議回Hair Dressing 會有這個課程給你讀的 通常一個Department 可以讀兩年 那你就會有一個 兩年的Visa 留下在讀 兩年之後 你有個Hair Dressing的Department 之後 可能要申請一個 僱主擔保 那就會沒問題的了 大家如果是想來澳洲 讀這個髮型的課程的話 也可以WhatsApp Tony 他會給你一些資料 如果大家在讀書的時候 想加入髮型界 也可以WhatsApp Tony 那Tony是願意去 訓練一些香港人 跟他一起做Partner 擴大事業 還有在澳洲 做髮型師 的確是一個不錯的行業 因為我身邊 除了一位通年之後 尤其是髮型師的朋友 他們的收入 都真的不錯 還有他們的社會地位 都比香港的髮型師 都真的有不同 我看到 其實髮型師來說 都可以考慮澳洲這個國家 尤其是澳洲政府 叫做開放給香港的人 去申請一些Visa 特別容易去拿到一個永久居留 那個HKStream 大家可以趁這個機會 不妨來試一下 不同的方法可以幫到大家移民 這一方面 來到今集的戲肉 Tony 除了Student Visa 你可以請 Working Holiday 你又可以請 你怎樣 擔保香港的人 來澳洲去做髮型師 怎樣可以幫他們 來這裡做髮型師 之後去移民 拿到澳洲 做到這個永久公民 Tony老闆 你怎樣幫助香港人 因為我和我生意的拍檔 Terry Lamb 他自己有一間店 我自己另外也有一間店 這間我們一起開的店 總共我們有三間店 所以我們需要的人手都多 還有這邊都比較難請人 有很多職位空缺 因為我和我的拍檔 總共有三間店 經常性都要請人 之後可能我們發展下去 越來越需要人 無論是工作的人 或者生意拍檔 有興趣的都可以一起聊一聊 Tony 除了Student Visa 和Working Holiday Visa 你可以請他們之外 你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到人移民計劃 例如是僱主擔保計劃 你們店舖有沒有什麼大展拳腳 有一個計劃 可以請很多香港人來做事兼移民 我們都計劃僱主擔保 這個方法去幫 現在還在香港的發營師 他們有興趣過來澳洲做事 我們可以幫他們申請這個僱主擔保 僱主擔保 需要在我們這裡做事 一個五年的Visa 給香港人的話 澳洲政府 現在就伸出這個HKStream 本身是一個兩年的Visa 延長去到五年 給香港人而已 五年入面 你過了頭四年 正正常常的工作 沒什麼問題的話 僱主擔保的Visa 會直接變成一個永久居留的Visa 嘩 很棒 就是說Tony 可以幫助香港的發營師 移民過來澳洲 在香港的朋友仔 如果你想不到你有什麼想做 其實可以嘗試在香港做發營師 儲少經驗 可以找Tony 擔保你 就是過來澳洲 可以做發營師 等幾年之後就可以移民 正式成為澳洲的永久居民 再等多一會 就可以成為澳洲的公民 可以唱國歌 記住大家 按下Tony的電話 在Description box 他可以擔保香港人 移民來澳洲做發營師 去到最後尾了 Tony 你有什麼想寄予在香港的發營師 和香港的年輕人 香港年輕的發營師 或者其實年輕的一班人 他們很多都會有移民的想法 一個衝動 這個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很適合做這個時候 剛才我們也說 澳洲政府有一個HKStream 就把這個移民的門檻降到很低 變相我們很容易可以申請到這個永居 這件事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也不知道它會什麼時候變的 移民政策這件事 他們沒有這個對香港人的優待之前 你說移民澳洲 我覺得是絕對不容易的 我自己也用了很長時間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奉勸一下 年輕的一班發營師 如果你們真的心動 有興趣 想嘗試外國生活 可以在這個時候開始 去到外國 你就可以生活下的時候 比較一下生活模式 跟香港有什麼不同 你沒試過外國生活的時候 你是會有一個比較的 大家就不如心動就不如行動 大家年輕人就趁著自己年輕 出去闖一下 闖過不行 起碼你都可能知道 你現有的生活模式是最適合你 你現有的生活模式 對於你來說是最適合和最好的 我們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like 留comment share 還有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今天就很多謝Tony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